九龙宝座上 你这岂不是意图谋反吗 臣是奉旨行事 带皇上画像 画的是皇上 不是为臣 那 如果这画像画出来的是你 那我就要取消你罗官两个字 还要收回历年来的一切赏赐 臣甘愿领罪 那给他看看 上 臣 谢助龙安 谢恩 谢什么恩呢 谢什么恩 皇上封为臣 为王爷 臣怎么能不谢恩呢 我封你做王爷 我封你做王爷 我封了我 我封了 我封你做王爷 皇上的龙袍是五爪金龙 王爷的蟒袍是四爪银蟒 皇上赏 皇上赏给为臣的是一张王爷的画像 这不是封为臣为王爷吗 从今以后 为臣的每年又可以多贯四万两银子的凤路 臣怎么能不谢主龙安呢 谢主龙安 谢主龙安 气死我了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画龙袍 画蟒袍 皇上叫奴才把豫荣改成刘大人 奴才当然要尊治行事 画的不像是奴才抗旨 画的太像又违反祖制 故而只好将龙袍改成蟒袍 一位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我朝自太祖爷开机立业以来 至今一百数十多年的天下 欺荣而戏 故而 故而 好了 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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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谢主龙安 谢恩 哦 你谢恩不下跪 是欺君犯上 慕无王法 臣 龙袍在身 不敢下跪 哦 王爷不下跪 啊 刘王爷 臣赞 罗国王爷 臣赞 王八蛋 四万两 皇上 我每年又要多贯他四万两啊 哎呀 哎呀 爹爷咱那边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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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太爷 哎哎 蟹黄汤包加深 哎 哎各位老太爷 请 哎 这就是我说的蟹黄汤包 哦 哎 你来尝一尝 看着不烫 看着不烫 吃着烫 这就叫不经一世 不长一智 三位 三位 留情 留情 请请 坐 三位 吃点什么 怎么 你们掌柜的呢 在外面浇花呢 我给您叫去 快去叫他来 是是是 快 是 掌柜的 掌柜的 知府大人的两个小王八蛋又来了 不错 坐下 吃 诸位 今儿个是我们知府大人长公子的寿蛋 各位的账由公子请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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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两个就是知府大人张四水的两个宝贝儿子 胖的那个叫张亚东 小的那个叫张亚西 可不是东西的 这个张四水在这儿啊 是磕收杂税 鱼肉香利 这两个儿子是仗势欺人 无所不为 那个玩铁担子的就是他们家的教师爷 据说啊 这个家伙是很有亮瞎的 好好好 老板 算账 好 来了 老大爷 今天个张公子请客 账他付了 不用给了 什么 我们又不认识什么张公子李公子 不沾亲不带故的 要他请哪门子客 算账 怎么 老大爷 敬酒你不吃 想吃法酒啊 话不是这么说 无公无路寝食不安 何况 我们不沾亲不带故 哎 想沾亲带故 那还不容易吗 你这位孙女 嫁给我哥哥 成了我的嫂子 我爹的儿媳妇 大家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放屁 老婆 门不当 户不对 我们高盘不起 何况我这个孙女 她已经有人间了 给开了 明花有主啊 不要紧 我们公子借几天用用 反正用也用不坏的 你放屁 你放屁 好啊 五项茶叶蛋 好啊 好啊 小子 把这小鸣带回府去 好啊 大蓝 光天化日 竟敢抢劫民女 免礼 还有王法吗 有何 你算哪颗葱啊 要你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 乱臣贼子 人人得而助之 诶 招啊 妇人女子 人人得而助之 大不了老子给租钱嘛 对啊 带走 我告诉你们啊 我这个孙女的脾气不大好啊 她脾气不好 我的脾气可就更不好了 好 两狗吃屎啊 哈哈哈哈 看不出还有两下子啊 哈哈哈哈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 我这孙女啊 脾气不大好 看不出是个炼家子啊 啊 试试我这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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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